上海殯儀館披露可怕數字 北京夜間告急 封城持續蔓延 蘇州昆山中華園區 民眾抗議被鎮壓 俄羅斯公開威脅這個國家 澤連斯基說 他的野心不止烏克蘭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子君 今天是香港時間 2022年4月24日 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內容 4月23日 推特傳出一則句文是上海殯儀館的聲明 間指曝光上海封控措施的可怕 就在上海疫情持續的同時 4月22日晚間 北京連夜通報群聚疫情 由於臨近五一 民眾擔心北京也都會被封鎖 次生災難不斷擴大 兩個星期前 上海嘉定區殯儀館 被指以疫情防控為由 它不提供殯儀服務 結果殯儀館的主任和副主任被調查 4月23日 一篇殯儀館為自己申冤的文章 發表在每天的頭條上 文章講述員工的辛苦 和防疫政策的嚴苛 其中提到 從4月1日起 殯儀館全體員工 24小時沒有回家 每天火化到半夜12點 死者的數量是去年同期的翻倍 完全是超負荷工作 這段描述不禁令人聯想到 上海的這輪封控 究竟有多少人遇難 德國之聲日前 根據上海市衛健委的官方通報統計 上海自3月28日封城到4月21日 總計有36宗新冠本土死亡病例 這個數字 不至於令到嘉定區殯儀館 連續運轉了20多人 那究竟是誰在說謊 有網民調出 上海年人口死亡率 計算得出 2600萬人口 每天正常死亡397人 如果翻倍的話 現在每天死亡700多人 而且已經持續20多天 上海疫情未了 北京再出現緊急情況 距離五一假期還有一個星期 北京市近日頻頻傳出確診消息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彭星火 突然在4月22日晚上召開新聞發布會說 當日下午4點至夜間10點的6小時之內 北京新增4宗本土確診 1宗核酸複核陽性 和9宗核酸初西陽性 潮陽區副區長楊培培在會上說 新增確診中 有一宗是北京惠民中學 瑞陽柳芬校學生 新增的9名陽性都是她的同班同學 意味著潮陽區出現群聚疫情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 召開會議強調形勢嚴峻 要求絕市上下即刻行動 堅持快自當頭時不過夜 用最短時間壓制疫情擴散 北京人口2,000萬 出現14宗陽性病例並不算嚴重 但是北京官方 這一種如臨大敵氣勢洶洶的表態 令人擔心 首都北京 是不是都逃不過全城封鎖的命運 彭星火手組之前曾經表示 五一假期張志 人緣往來頻繁、流動聲大 考慮到疫情傳播風險 呼籲市民緊繃防疫神經 非必要不出境 也不要前往中高風險地區 和報告確診病例的地區旅遊和探親 近日 鄰近上海的蘇州昆山 也傳出因為封城 引發居民反抗事件 海外社交媒體推特 4月23日熱傳的一段錄影顯示 在昆山中華園區 大量人群聚集抗議 拍攝者介紹說 這裏是中華園西村和中華園北村 我們已經被困在這裏一個多月 本來馬上就要解封了 但是又出現了疫情 現在這裏又沒飯吃 也都沒地方住 大家都崩潰了 真是希望政府 不敢說其他的 最起碼理下我們吃飯 我們不能夠再這樣等著餓死 我們出來上班也都真是不容易 另外一段短片顯示 抗議現場已經一片混亂 有警察在那裏抓人 抗議人群突破封鎖 大聲叫好 慢慢地向外面走 場面逐漸有點失控 不過 很快就有大量警車來到 鎮壓抗議的人群 接下來的畫面 就是警察把多名抗議者押走 我們會繼續關注 坤山民眾抗議的最新情況 網友如果有相關消息 也都歡迎和我們報料 根據中共蘇州市 疫情防控的最新通報 4月22日 蘇州新增本土確診3宗 都在坤山市發熱門診發現 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32宗 其中20宗來自坤山 不過鑑於中共一貫隱瞞疫情真實情況 當地實際感染人數 可能高於官方數據 上海財經大學 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 劉小兵 4月18日 和其他26人聯名提出 關於防疫工作的建議 點出中共當局防疫政策的問題 並且提出具體建議 但是在受到嚴格管控的 中國大陸網絡上 這份建議已經被屏蔽 據悉 劉小兵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央委員 文革上海市常委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根據知情者向大紀元提供的資料 劉小兵在建議書中 羅列了近期 中共當局 防疫出現 並且需要反思的十種現象 包括 僵硬的封鎖期 擔誤抗疫工作 集中做核酸導致病毒傳播 在沒有保障之下堅持集中隔離 在居民社區設置方艙 一人確診或疑似 就大範圍封閉管控 容易引發人道災難 雲力被佔用 需要的物資送不進來等等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 劉小兵呼籲官方 應該縮減封控期 停止過度防疫的做法 科學防疫 才能避免產生重大次生災害 和人道災難 同時最大程度地 降低疫情 對社會經濟帶來的傷害 不過這份建議書 自4月18日公開之後 僅僅幾天 就被中國網絡屏閉 劉小兵作為中共 全國人大代表的言論權 受到剝奪 建議書的聯署人之一 《廁所革命發起人》貴孝龍表示 人大代表的建議書被封散 已經違反憲法和法律 說明這個機構已經貪汶 這是流亡行為、獨裁行為 廣東籍異見人士林生亮 也參與了建議書的聯署 他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已經徹底撕開最後一塊遮醜報 先後在新疆自治區、西安等地 以反恐、反極端的名義 針對單一民族實施集中型管理 現在對上海以疫情和精準封控的名義 實施暴政 掩蓋他們滅絕人性的法西斯統治 這也證明他們末日統治的危機感越來越重 林生亮認為 相信劉小斌教授的建議書 會引發更多體制內有良心的人士 勇敢站出來 反對這種無憂子的疫情暴政 一部記錄上海現況的影片 《四月之聲》 日前在中國網絡上爆紅 但很快就被中共官方封殺 親共的台灣藝人黃安也發文幫康 說這部影片有問題 是假正義、真分化 沒想到引發中國網民的廣泛不滿 《四月二十三日》上午 黃安在微博發文說 6分多鐘的影片都在講上海疫情 他看了兩分鐘就立即深深警覺 這個套路太熟悉了 顏色革命啊 黃安還說 這個是有人刻意帶風向 表面上好像很客觀 骨子女就是假正義、真分化 黃安還不忘替中共投資抹粉 說中國人只能夠相信中國政府 並且叫大家不要看 也不要相信這種小道消息 消息一出 立即引發中國網民的不滿 有網民表示 這次你真是錯了 我是上海人 昨晚上海人全體憤怒的原因就是 影片裡面說的都是真實的 沒有任何謠言 作為出生和生活在這個城市裡面的人 告訴你 影片裡面的每個錄音都是真實的 做人請善良 只會講風涼話的人請閉嘴 4月之星影片時長6分鐘 主要記錄了上海的確診數 以及各種封城亂象 包括嬰兒和父母分開隔離 救援物資貨車司機無人接應 物資短缺 老人病重沒有醫院接收 以及家裡的寵物被打死等等慘況 雖然影片很快就被封殺刪除 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中國人 通過不斷轉發 利抗議官方對言論自由的壓制 俄羅斯中央軍區代理司令 明涅卡耶夫日前公開表示 俄羅斯的目標除了烏克蘭東部地區之外 還包括烏克蘭南部 目的是建立克里米亞半島的陸路通道 並控制烏克蘭南部 可以方便俄羅斯進入摩爾多瓦的親俄分離地區 消息一出 立即引發多方的反響 明涅卡耶夫在俄羅斯國防工業企業聯盟 年度全體會議上作出上述的表態 他還說 摩爾多瓦的俄語人口正在受政府壓迫 摩爾多瓦西倫羅馬尼亞 北面東面和南面三面和烏克蘭接壤 是歐洲唯一沒有和俄羅斯接壤的前蘇聯國家 習迷斯基在夜間談話中回應說 俄羅斯將軍的言論證明了 俄羅斯也將會入侵其他國家 習迷斯基表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只是一個開端 所有如他們一樣 相信生存會戰勝死亡的國家 必須和烏克蘭一齊並肩作戰 他們必須幫助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是這條路上第一個受害的國家 而下一個受到侵犯的國家 又會是哪一個呢 據BBC報導 明涅卡耶夫的言論一出 摩爾多瓦已經召見了俄羅斯駐該國的大使 了解情況 這次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收看 中共用謊言蒙蔽民眾封鎖言論 令很多人沒辦法了解到真實的資訊 年輕人可以翻牆 其他人怎麼辦呢 如果有一天中共封網 我們是不是就束手無策呢 網友Eric虎留言 馬斯克用聲鏈解決馬克斯 其實 除了聲鏈之外 還有一個方便的選項 在中國大陸上空 希望智聲電台 已經鋪設了基本不受封鎖的短波廣播網 各地一般都有幾個頻率 到幾十個頻率可以收聽 世事難料 身邊幾時爆發災情 封城封小區無法預期 中共當局掩蓋事實 翻牆困難 在這裡建議大家 準備一部數字型短波收音機和電池 提前調適可以收聽的頻率 危難的時候 不怕鋒網 不怕停電 持續接收真實資訊 希望智聲粵語台的短波廣播頻率 是11990和12550 24小時無間斷廣播 感興趣的朋友 可以瀏覽下面的 希望智聲短波收聽網頁 了解更多的收聽詳情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是子君 我們下期再會 兩位 我們下期節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